看得出你们眼神里的兴奋和憧憬 柳月灰心地笑了笑 看着我 是不是啊 宝宝 你怎么叫我小名呢 只有大人才可以叫我的小名呢 柳月突然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比你大 大人可以叫你小名了 宝宝 宝宝 我苦笑不大 这个时候 柳月从随身的靠包里 掏出了一个小相机 递给我 大记者 来 给俺照相留念 说着 柳月站到了我的奖状前 我给柳月拍了两张 接着 柳月又站在了相框前面 手指点着相框里我的百日照片 摆好姿势 来 开始照 我一看 这柳月的食指啊 正指点在我的小鸡鸡上 放下了相机 对柳月说的 哎 你把手指移动一下呗 No 柳月笑着摇头 我就要放在这里 开张 不许磨蹭 我苦笑着暗动的快门 照玩笑 柳月收起了相机 多谢地笑了一下 现在知道害羞了 当时你干嘛不害羞啊 废话 当时我咋知道啊 我那个时候想抗议呢 可是不会说话呀 柳月温情地看着我 呵呵地笑了起来 正在这时 娘断着荷包蛋进来了 来啊 宝宝 柳领头 来吃荷包蛋 我和柳月坐下 娘每人给我们坐了一碗 端给我们 然后走在旁边 看着我们吃 沈子 别叫我柳领导 我和江峰是同事 也是朋友 您就叫我柳月吧 叫我小柳月行 柳月吃着荷包蛋前 抬起头对娘说道 哎 好 行 娘点头坐在柳月和我旁边 一会儿看着我 一会儿看看柳月 突然说道 哎 我要是有你这么一个闺女多好啊 家里只有宝宝一个独子 其实呢 我很想再有个闺女啊 人都说 这闺女是娘的小棉袄啊 这宝宝从小就跟着我要个姐姐 我看你正好比宝宝大个几岁 柳月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 接着抬头宠娘笑了一下 欲言又止 行了娘 你少说两句吧 娘宽厚地笑了一下 只停顿片刻 又问柳月 哎 小柳啊 沈子做的荷包蛋好吃不 嗯 好吃 沈子做的真好吃 柳月大口吃着 哼 每次宝宝和晴晴一回来啊 我都做荷包蛋给他们吃 晴晴最喜欢我做的荷包蛋了 娘开心地笑着 嗯嗯嗯 柳月时日地点了点头 沈子 阿爷喜欢吃 好喜欢吃的 这个时候 爹也进来了 坐在旁边接过话 小柳啊 有空再来做客啊 下一次和宝宝晴晴一起过来 在这里好好耍一耍 哎 好 行 有空 我一定再来看完二老 柳月笑着说道 娘做的荷包蛋确实好吃 我和柳月很快就一扫而光了 柳月连汤都喝了一个干干净净 娘在旁边看了很高兴 对柳月说道 闺女啊 成家了吗 柳月笑着 眼神有些犹豫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忙接过话 没有 现在还是单身呢 哦 娘又拉过了柳月的手 轻轻地拍着 闺女啊 这女大当家 该考虑考虑了 哎 沈子说得对 柳月点点头 这以后啊 你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好了 风年过节的 别自己一个人过 孤单 过节了人多热闹 娘带着爱恋的眼神看着柳月 到俺家来过 爸爸亲亲和你在一起多热闹啊 我一下子就猜透了娘的心思 娘一直念脑着想小个闺女 看到人家的女儿回娘家 她都眼红死了 她一定是喜欢上了柳月 想让柳月做干闺女 我心里既安慰 有矛盾 安慰的是 爹娘对柳月 竟然是如此的好感 矛盾是 假如他们知道 柳月就是我找的那个 大我十二岁的女人 柳月就是把晴儿排挤走的女人 他们还会这样热情吗 柳月显然被娘的一番话感动了 握紧娘的手 一个劲地点头 谢谢婶子 谢谢啊 看看时间不早 我和柳月告辞离去 娘一直拉着柳月的手 把柳月送到了大门口 依依不舍地看着我们离去 回集合地点的路上 柳月对我说 你爹娘真好 你好幸福啊 小雪好幸福啊 我娘看上你了 想说你做干闺女呢 你没看出来啊 我对柳月说 柳月欺然一笑 你觉得这可能吗 或许从理论上来说有可能 但是在现实中 可能吗 我无语 哎 有家真好 家的感觉真好 柳月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我的心里一阵的气苦啊 离开柳峰村的时候 柳月趴在车窗 贪婪而留恋地看着窗外的一切 看着窗外的柳树林 看着村后那高高的山峰 像是要把这一切 都深刻地印入自己的记忆 两天后 采访任务结束 我回到包社 交了稿子 三天之后 报纸笼重地推出 南下采访系列报道 头版头条 加评论员文章 重磅出击 我的稿子总共八篇 每日一篇 全部在头版 每一篇评论部 都有专门配发的评论 也就是在这一天 每月一期的内参出来了 根据马书记的指示 紧急撤稿 换上我写的内参稿 系列报道 引起了重大的反响 我接到了许多同行 和朋友的电话 包括采访中认识的 企业家的电话 纷纷对报道 打加赞赏 同时 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传了过来 市委书记在当天报纸上 亲自批试 此次报道 主题鲜明 利益深刻 体裁新颖 为我市的乡镇 和民营企业发展 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甚好 甚好 希望宣传部 多组织策划 报社多出人才 再接在力 多发一些 这样的优秀稿件 市委书记的批试 原件送给了张部长 复印件 亲自由宣传部工作人员 送到了报社 亲自交给了马书记 虽然是复印件 马书记仍然大为兴奋 把我叫到办公室里 大大表扬了一番 哈哈哈哈 江峰啊 真有你小子的 很好 书记亲自批试表扬了 这可是对我们工作的 最大肯定 对我们付出的 最大回报啊 马书记脸上露出了 我极少见的兴奋神态 总结经验 继续努力 更上一层楼 啊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这是柳部长精心策划 和指导的结果 哈哈 对对对 柳部长功不可没 不过在报社 我只能表扬你 我可没有资格 表扬柳部长了 这柳部长 张部长那边 自然会褒奖的 马书记笑着说道 张部长会用人呐 专门把柳月带回来 风管宣传 柳月的能力 我太了解了 只要他出手 就是大手笔 大气魄大动作 这一下 他可是给张部长 脸上争光了呀 我听了心里很高兴 比我自己被表扬还高兴 又过了一周 一个更加令人激动的消息 传了过来 这一天 我刚进办公室 电话响了 我一接听 江峰 我是马笑天 你过来一下 马书记亲自给我打电话呀 这个以往通过办公室传达 是大不将同的呀 我有些懵懂 陈静也是有些差异 咦 马老板亲自打电话找中层 不多见哪 我去了马书记办公室 马书记正在宽大肥厚的 老板椅上晃悠 抽着烟 见我进来 小咪咪地指了指沙发 小江 坐 我坐下 马书记 你有事啊 蒋峰啊 你写的那一篇 内餐呢 引起了市委的高度重视 被市委书记专门批示了 市委书记专门指示 要求市政府专门拿出一个方案 针对内餐中的问题 自查自究 开展一次整顿 同时 结合报纸的内组系列报道 要求市里 马上组织市政府 有关部门负责人 和企业家代表 专门去苏南和浙江 学习取经啊 啊 有这么大的反应啊 是啊 这就是舆论的力量 这就是好新闻的威力啊 这次 你做得很好 我要好好地表扬你 要给你激功 昨天在部长办公会上 张部长也专门对柳部长 和我们报社提出了表扬 我这脸上也算是油光了呀 我很高兴 很自豪 为我 为柳月 同时我的心里对柳月充满了感激 这是我曾经的女人 我生活的导师 我事业的引路人 没有柳月 我绝对不会有这个成绩 我心里很明白 回到办公室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静 陈静比我还高兴呢 太好了 这下 你可是打了一个翻身仗啊 杨梅吐气了一把 把那些窝囊气吐出来了 刘姐也很好啊 来上任后 第一个大手笔就大功告成 这组报道 年终一定会在市里获大奖 在省里 也一定能凭上好新闻奖 真好 你和刘姐比一双飞 哈哈 陈静为自己这个不恰当的比喻 而哈哈大笑 正在这时 我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陈静一把拿了起来 喂 你好 江海日报记者部 我是陈静 啊 刘姐啊 祝贺你啊 刘姐 我正在和老大谈论你呢 老大是谁 就是江老大呀 现在他不就是我的老大吗 啊 啊 好 你等等啊 他正在我旁边 呲牙咧嘴乐呢 陈静把话筒递给我 我接过话筒 刘部长好 宝宝主任好 刘月突然给我来了这么一句 接着就嘻嘻笑了起来 我一愣 看看陈静 将话筒无紧 贴近耳朵 领导 什么指示啊 哼 祝贺你啊 祝贺宝宝 战功捉住 柳月的声音听起来很开心 报纸内餐双丰收 市里的老大充分肯定了 部里的老大很满意 也表扬俺了呀 都是柳部长策划有方 带领我们做得好啊 还有 要不是你的指导和思路 怎么会有这个效果呢 总之 这是你领导有能力的结果 我边说边看着陈静 好了 不要客气了 不要互相吹捧了肉麻 柳月停顿了一下语气 对了 我没有小许的电话号码 我给你打电话 除了祝贺你 还是想 请你转告我对她的感谢 啊 感谢什么呀 我问柳月 这个时候 陈静拿着一篇改好的稿子 去了总编室 办公室只剩下我自己了 感谢小许送给我的礼物啊 杨哥刚给我送过来 太贵重了 真不好意思啊 什么礼物 什么意思啊 怎么杨哥送我来了 怎么 你不知道啊 柳月的口气有些意外 我不知道啊 到底怎么回事 说啊 我有些迷惑不解了 啊 也没怎么回事 就是小许啊 今天一大早就去了杨哥办公室 带着两件梦特娇的情理T恤 送了过去 一件是给杨哥的 一件说是送给我的 杨哥刚才给我送了过来 这梦特娇的品牌 我一看就知道是从专卖店里买的 两件标价三千多呢 这礼物也太贵重了吧 哦 我听着心里突然有些不识滋味 秦儿无疑是在还柳月的人情 可是想不到他竟然买了一套情侣装过去 看来还顺带地祝福杨哥和柳月 而且这个事情秦儿竟然没有和我打招呼 这可不是他遗贯的作风啊 以前丁点大的事情 他都会给我警示汇报的 小许说 感谢我和杨哥的 杨哥这是对学习班出了力的 我可是蜈蚣受禄啊 这多不好意思啊 你怎么蜈蚣啊 行政事业收据不是你提供的吗 嗨 这个算什么呀 毛毛雨了 对了 小许不会是知道我送他衣服和化妆盒的事情 要还我这个人情吧 我没有作声 柳月是个聪明人 他立马就明白了 在电话那边轻轻叹了一口气 唉 你做事怎么这么忙 怎么会让他知道了呢 我沉闷地嗡了一声 刚才心里成功地喜悦消失了 说了句我要忙了 就扣了电话 挂了电话 我直接拨打晴儿办公室的电话 一会儿就通了 正是晴儿切的电话 晴儿 你讲电话方便不方便 方便啊 我换办公室了 现在我自己建办公室 辅导员办公室 哦 我又是有点意外 什么时候换的呀 我怎么不知道 往常这样的事情 晴儿会迫不及待地告诉我的 啊 大前天换的 我忘记告诉你了 晴儿随意地说的 细细地笑起来 晴哥哥 找我有什么指示啊 嗯 有事 我撇了眼门口 没人 还是压低了嗓音 你今天早上去杨哥那里了 是啊 怎么了 你给杨哥买了东西 是啊 不但是给杨哥 还给刘姐 一人一件T恤衫 弄特娇的 情理妆很好看 男是天蓝色 女的是粉红色的 杨哥给我们培训班 帮了这么大的忙 我是要感谢的呀 这么大的事情 你竟然不告诉我 我告诉过你啊 怎么没有告诉你啊 胡扯 你什么时候告诉我了 我有些不高兴 我不是早就说过 要感谢人家杨哥的吗 还有 我更早还说过 要偿还刘姐的人情呢 不能让人家白花钱 你难道忘记了 我哑口无言了 我可是一直没有忘记啊 一直记着呢 晴儿又笑了起来 老三弄教室花了不少钱 我给他钱他不要 这以后 也得偿还人家的人情啊 兄弟归兄弟 亲兄弟账目清 才短短几天呢 晴儿竟然好似 通晓了不少人情事故啊 还有 风哥 我上午还去了你的宿舍了 把那个化妆盒带走了 哦 你打算使用了 是吗 我竟然稍微 有些放松的感觉 哼 我不会用的 我送给了蓝姐 她的皮肤正好需要养护 要是你买的 就是花一块钱买的血花糕 我也会很欢喜的 我谁都不会给 就是别人出一万块钱 我也不给 可是 我重重地出了一口气 不等晴儿说完 好了 我知道了 就这样吧 说完不带晴儿说话 我挂散了电话 常言说 异性相吸 同性相吃 也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世界上最深厚的感情 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感情 其次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感情 而女人和女人之间 其实并没有什么感情 我虽然不太相信最后一句话 但也知道 在这个世上 女人与女人之间真正的友谊 可能不比一份爱情来得容易 女人之间的交往 有其自己的特点 两个女人到了一起 很快就会熟悉起来 在心灵相通下 没有什么大的利益冲突之下 也能很快地接下友谊 可我发现 因为女人的单纯和小脾气 因为男人 因为感情的冲突 有时很容易破裂 晴儿和柳月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成为永远的朋友 还有陈静 其实我也知道 爱情是自私的吗